许多人都爱吃鸭肉 不只单吃美味还能变化多种料理 但也常听到鸭肉有毒的说法到底是真是假 对此营养师吕孟帆表示 营养学观点来说 鸭肉不含任何有毒成分除了是优质蛋白质来源外 铁含量甚至比猪、牛、羊肉都高 不过他也提醒鸭肉脂肪含量较高 食用时要注意不要过量 另外中医认为鸭肉胃肝、性凉 因此容易拉肚子的人建议要少吃 营养师吕孟帆在脸书专页发文表示 坊间盛传鸭肉有毒的说法其实是误解 他表示鸭肉贵类在豆鱼蛋肉类 属于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且值得一提的是 鸭肉铁含量非常优秀 排除内脏类外 以能摄取到一份蛋白质7公克的分量来说 土翻鸭、太空鸭、樱桃鸭肉片 翻鸭、鸭腿约含有1.3毫克的铁 位居所有肉类前期名 比其他猪、牛、羊肉含量都还高 只输给猪肝连肉 吕孟帆提到 关于鸭肉脂肪低 热量少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像是太空鸭、鸭腿每份蛋白质 都含有10公克以上脂肪 樱桃鸭胸肉片与翻鸭则分别含有7.2、6.4公克脂肪 以属于中脂肪到高脂肪蛋白质 至于土翻鸭的脂肪就比较低 每一份蛋白质仅含0.8公克脂肪 太空鸭去皮后一份脂肪也只剩下0.6公克 总结来说 吕孟帆表示 鸭肉是兼具美味又营养的食物 只是脂肪含量比较高 因此若有食用鸭肉 记得当天其他的脂肪摄取量要少一点 另外 农委会也曾在官网说明 鸭肉的脂肪含量 不止比猪、牛、羊肉来得少 且在脂肪组成上 鸭肉饱和脂肪酸比率相对低 不饱和脂肪酸高达5% 也比鸡、猪肉来得高 此外 鸭肉的维生素A及B群含量高 跟等重的鸡、猪肉相比 鸭肉维生素A含量甚至几乎多了一倍 另外中医提醒 鸭肉胃肝、杏凉 建议平常容易拉肚子的人要少吃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